剛才賴副總統又一次示範說 什麼叫做詐騙 什麼叫做抹黑 會贏於9000億 很簡單 第一 你們特別預算不算支出 第二 你們借款算收入 你說你會跟中國不卑不亢的來往 這不就是我過去在做的事嗎 我怎麼變成中共同路人 2024總統大選對台灣人來講 它是一個歷史的選擇 我們到底要選擇新政治還是舊勢力 我們要選擇清廉 勤政 愛民 愛鄉土 還是口號治國 我們要選擇理性 務實 科學 還是一個意識形態掛算 剛才賴副總統又一次示範說 什麼叫做詐騙 什麼叫做抹黑 其實台灣的這種 會贏於9000億 很簡單 第一 你們特別預算不算支出 第二 你們借款算收入 所以是因為收入減支出 你們把特別預算不算 又把這個借款當作收入 才會出現這種盈餘 我認為政府不一定 每一件事情都會做對 但是我只拜託你們講實話就好 再來你剛才又在講社會住宅 這個我最不想聽 你知道 你只要告訴我們兩件事情 開工幾乎 完工幾乎 你不要老是在講什麼規劃中 這已經過去這麼多年 你們這個地方還是一直在打混帳 你說你會跟中國不卑不亢的來往 這不就是我過去在做的事嗎 我怎麼變成中共同路人 還有 你說我們民眾黨是一人政黨 我跟你講民眾黨還是有集體決策 要做什麼事情都要投票 請不要忘記 去年你們為什麼縣市長打敗 不就是 才是一人政黨嘛 你們哪個地方民族 哪個地方進步 還有啦 你要講一大堆那些縣市長 國民黨的縣市長 我的態度是這樣 你不要利用人的時候 那工人是什麼社會顯打 什麼地方私生 不要利用人 那工人賀金 是的 拿來